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干嘛 早上不是你说的结婚吗 为什么现在又反悔啊 莫辰 那天我在书房都听到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装全 知道你为什么退婚 我通通都知道 你都知道了 不过没关系 我不介意 你不介意 爱情不分性别 你一定过得很痛苦吧 你这一天天 你想什么呢 你不是 那个 那你跟许卫来 走 所以你要跟我结婚 是因为这份股权协议 莫叔叔希望能帮到你 所以拿出了相应的股份给我 想不到 婚姻也是一场交易 你干什么 我不想再瞒着你 也不想因为这个协议 做任何令你误会的事 我想清楚了 我爸爸当时跟你合作 一定也是为了守住牧师 怎么样 莫总 敢不敢 跟牧师的新董事 来一次合作呢 各位网友大家好 因为最近网上的热搜 和舆论风波过大 我和我的未婚妻 也出来澄清一下 关于酒店偷拍的视频 是竞争对手的恶意造谣 我的未婚妻并不存在 和近男友夜不归宿的情况 莫留心在这样 怎么办 放心 明天就是他滚住牧师的 最后期限 好在莫尘终于站起来了 这是爱的力量 更是生命的奇迹啊 我们都已经解释过了 他们为什么还不相信啊 你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我不能让小姑姑抢做牧师 我会帮你的 怎么都不信我啊 好 你魂坠入湖底 随心划过天际 云端藏里秘密 来自一河万里属于你 数值人几火把 燃亮万空星际 你怎么回事啊 刚刚突然亲过来 差点露馅了 且是只会越没有越黑 我只是帮你吧 那你能不能帮人帮到底呀 有话直说 明天就股东大会了 我怕我镇不住场 你交我两场 你走路不开路的 要不是今天赶着开会 非得教教你怎么做人不可 来的都挺早的 我都已经等困了 我还以为牧总不敢来了呢 看来你们都准备好了 那我也不客气啊 你以为一场直播 就能改变你近几年来恶劣的行径吗 表面上与漠视联谊 背地里却联合宋部长 败坏公司名声 你还利用宋部长挪用公款 我不知道啊 都是木柳指示我的 好在宋部长迷途之法 把你的罪证交到我的手上 大家请看屏幕 快 快给我停下 是你们谁要陷害我 木总 你的表演真是精彩之类了 既然木总表演完了 那我就收个尾吧 请各位看一下手里的文件 你利用我的签名 把集团的资金通过宋元 转移到私人账户上 你还想欺骗我 让我把牧师剩下的股权 都转让给你 而且你在牧师的股份 已经被你卖得差不多了 你还真是朝处充满牧师啊 保安 把这个人给我带出去 交给相关部门处理 我自己走 那我们这次新任董事继任 可以继续了 我不同意 你混坠入湖底 随心划破天际 云端藏里秘密 来自一河万里属于你 89.8 2月 3日 1日 5日 5日 感谢观看